三十三层采光良好的新城屋 以中心的灰色为主题 隔间上以半高墙和玻璃拉门 创造明亮术式的现代风家庭宅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构筑下班后能全然放空的家庭住宅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利用灰色系材质 混搭出空间暖意 接着解决一下 解析设计师如何应用半高矮墙与玻璃隔间 优化室内采光 最后了解如何透过墙面收纳 分配供领域置物空间 并维持开放式空间的宽敞感 以灰色调作为现代风主题 旋软选择深浅灰色的六角砖打造落成区 室内从系统柜到木座贴皮 都挑选淡点灰调的深棕色木皮 让色彩调性能延续整个工领域 开放式餐厅选用大理石桌 搭配灰色长凳 半开放式厨房的腰墙以木格栅装饰 配上带灰的木质 也能让不锈钢酒柜在设计上更融入空间 厨房用矮墙拼接茶色玻璃拉门 能保有透光性同时 也与木皮的棕色调相呼应 连同房间使用的莫兰迪灰籽 也自然地融入灰与棕 厨房也只系一道矮墙 优化采光与空间感 玄关鞋柜结合穿鞋移动设计 客厅将展示柜与电视机柜结合 搭配不落地设计 弱化大柜体的笨重感 卧室除了在床位摆放长形矮柜 也利用吊柜增加收纳量 另一侧则用隐藏门设计 让空间看起来更简洁利落 运用冷色调建材 创造现代部助展的温暖氛围 质文室内空间美学设计总监 毛质文 空间布局上 善用性格兼优化室内采光 并将功力必收纳 沿着墙面设计 创造出明亮宽敞的家庭居宅 简派